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几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世界解雇了12个员工 为什么游戏里的boss怪物只有凋零和墨影龙而没有别的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巨型史蒂夫的故事 创建一个新世界 无作弊生存 种子用摩斯电码的巨型史蒂夫 没看清的宝子们可以截图 本来小哥是不想测试这个的 他觉得没有必要搞 但是观众们不厌其烦地催促他 还发来了种子和一堆图片 虽然听着真的很荒谬 但作为虫粉博主小哥还是这样做了 毕竟这也能给自己增长一些见识 据说巨型史蒂夫会一直跟着玩家 但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没有多想 小哥先一步开始了探索之旅 只不过从出生点的环境看来 这个流言八成是假的 但事情成定局之前 谁也不能盖棺定论 于是我们的小哥打开了设置 把渲染距离开成了64个区块 还好他的电脑还不错 如果主机带不动这个 肯定已经飞天了 面前的汪洋大海 身后层栏叠仗的群山 在超强的渲染加持下已揽入狱 这样不仅能观察远处的情况 还能及时发现巨型史蒂夫的踪迹 之后小哥开始讲述巨型史蒂夫的来历 原来这是一帮摸养开发者 在官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设计的新boss 不幸的是 后来摸养官方发现了他 在被公司解雇之前 他们用药水将他隐形 从而保住了他 小哥觉得 如果他真的隐形了 那么就算用指令也是找不到的 于是 他开了一轮头脑风暴 首先他试着不停击打 但显然只能打到空气 或者一些无辜的生物 这个方法很快被否决了 然后又打算用牛奶来解除隐身效果 但想想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终于 他想出了显示碰撞箱的方法 这样就可以无视隐身效果 大多数玩家都知道 实体是肯定能显示出碰撞箱的 所以这是个可行的途径 不过还是只能看到一些动物的碰撞箱 看来找到巨型史蒂夫还需要时间 小哥决定去发育一下 准备一些物资 他在矿洞里发育了一段时间 回到地面之后 做出了一些压力烟花装置 这个就是成品的样子 小哥还简单讲解了一下 如果实体站在压力板上 烟花就会发射出去 这样有利于发现巨型史蒂夫的踪迹 从而赶过去 等待了几个小时 事情出现了转机 小哥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 整装待发 结果 问题不大 反正自己现在的装备也是被扔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头羊救了他 记住了 这就叫赛翁施马 胭脂飞服 但这个小哥不是赛翁 没有他看得那么通透 还在发火 他又讲述了一些 关于史蒂夫的故事 在让他隐形之前 开发者们还修改了 巨型史蒂夫的代码 收集玩家的数据 售卖给黑客 这样就可以减少我的世界的玩家 从而向摸养复仇 小哥又找到了突破口 既然是要窃取数据 那就做一件妈妈坚决不允许他做的事情 屏幕前的各位千万不要这样做 出了事我可不负责 他把自己的IP地址发在了聊天区 小哥这次真的拼了 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 那么自己的银行密码 视频账号 还有儿童罩都会泄露出去 说实话 这是一则我最希望被终结的留言 看来巨型史蒂夫的留言 快要被终结了 不仅如此 这条信息还不是由玩家发送的 好像是系统消息 现在 气氛又变得诡异了起来 真的太邪门了 明明没有玩家 却出现了这样一条消息 而且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 这么快就盗走了他的住址 现在 小哥必须去设置一些东西 他关掉了电脑的密码 和其他的隐私设置 估计不是演戏 小哥又回到了游戏里 没有发生其他离谱的事情 看来只能窃取有关游戏的数据 看来这个所谓的恐怖尸体 也没有那么厉害 根本不是传说中 能盗取一切信息的水准 直到 看来这真不是开玩笑的 小哥这一把读错了 赶紧把密码打开 现在可以确定 巨型史蒂夫就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必须亲眼目睹 才能证明 之后 小哥又去发育了一段时间 弄到了一瓶隐身药水 他听说兔子是唯一一种 能辨别隐形玩家的生物 可不知是真是假 顺便把瓶子扔掉 看来这算个冷知识 不过也是缩短兔子 发现自己的距离 小哥打算在这个地方 繁殖一大群兔子 这样如果史蒂夫出现在这 他们就会发现病跑胎 繁殖了很久 小哥终于弄出了一大堆的兔子 我决定把他们命名为雷兔 这个就是完成之后的小围场的样子 由于兔子的数量太多 小哥的电脑甚至变得有些卡顿 现在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 兔子就会四处乱跑 史蒂夫无处遁形 不过无法用兔子覆盖整个世界 这是个问题 wait you guys see okay I might be going crazy or my game might be like but guys rewind the video I swear I just saw like a splash in the water but like not just like a small splash 只有进入水中时 才会产生这种气泡 所以刚刚肯定有什么实体进到了水里 小哥试着用铁剑往面前击打 可是什么也没有打到 跳进了水里 并且什么也看不到 这几个条件结合起来分析 刚才弄出气泡的一定是隐身后的巨型史蒂夫 不过现在已经不需要用兔子覆盖掉整个世界了 巨型史蒂夫就在附近 于是 小哥把渲染距离拉到了两个区块 下一步需要引诱他进到兔子小围场里面 这样才能发现他 这就像其他的boss 攻击他们就会让他们与你敌对 由于碰撞箱的原因 小哥打不到巨型史蒂夫 于是他制造了一个陷阱 不过他很快就会后悔 时间很紧急 小哥现在要抓紧时间 ization 贵 快 还是 小哥 更 小哥 准备 最初 甚至 百分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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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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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think think What do we do, what do we do, what do we do 啊啊啊啊啊 What's that, what's that, guys? What's that? What's going on? Bro, what the- He's breaking it, he's breaking it! I'm literally on two hearts right 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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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ro, why am I fling? He dropped me, he dropped me, he can control over me floating, bro! Go, go, go! Wait, what? What's going on? Oh no, I'm floating again. No, wait, guys, I can't move. I'm moving my man. I don't know what is happening, how is this possible? No, no, no! 上期讲过了巨型史蒂夫 这期我们来讲一下扭曲的埃利克斯 这个漏洞一直是很多使用埃利克斯皮肤的人的困扰 最恐怖的莫过于这个五官清黑的埃利克斯 这期我们的小哥也是把皮肤换成了经典埃利克斯来验证这个留言 再次提醒 所有的都市传说都是虚构的 寝物当真 扭曲埃利克斯在这个版本是找不到的 他是早期测试版里的一个流氓AI 为了证明这一点 小哥需要创建一个服务器 然后关掉所有的安全设置 包括防火墙 在这样的设置条件下 小哥加入了服务器 试图找出扭曲埃利克斯存在的证据 他能否成功呢 加在了4秒钟 小哥出生在了一个垃圾点 We must soldier on And what is this spawn? I can literally only see ice and stone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This is actually the worst sea ever 小哥在这个群系漫无目的的流浪 终于找到了一个村庄 做出了基础的工具 他甚至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不过别担心 上帝马上就会提醒他 Wait what? Huh? Wait guys Do you see this right now?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What? There's like fog everywhere But fog isn't a feature in Minecraft Right? 除非渲染距离被调低 否则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小哥从进入游戏以来 就没有设置过试据 不会突然变成这样 小哥认为这是服务器的数据 还没更新过来 于是又把试据拉到了64个区块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任何改变 附近依然是雾蒙蒙一片 所以他又打开了设置 把试据调成了两个区块 现在视野就变得十分模糊 所以服务器大戴士 锁定在了四个区块的能见度 果不其然 拉高一点之后 仍然只能看到四个区块的情况 小哥给出了两种猜测 It's like the game doesn't care about my settings It has a mind of its own Well maybe It's been taken over by something Or someone Maybe even distorted Alex 有一种可能 扭曲艾利克斯就在附近 所以需要放出大物来隐藏自己 所以现在 是时候开始侦察附近了 由于扭曲艾利克斯拥有顺移的能力 所以很难发现它 不过他走过的地方 会留下由红石粉构成的痕迹 这可以当做一个线索 小哥又要开始跑长途了 其实视剧D真的特别烦人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不仅如此 连寻找红石粉这样简单的工作也变得十分困难 所以就算玩家现在在绕圈去 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 看起来这块红石粉是激活状态的 可是露天的地方根本没有能量源 为了彻底检查 小哥还把旁边的方块全部挖开 但他的石稿都快坏了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很显然 这根本不符合我的世界的规律 但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小哥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侦查 人们都把这个可以顺移的家伙 称作无法触及的实体 现在小哥已经找到了两处的红石粉 看来扭曲艾利克斯就在这一带 很快 看来我们的小哥已经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随着走过的路程越来越长 红石粉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所以现在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 扭曲艾利克斯随时都可能出现 刚找到的线索现在又断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底级折磨 看来这一集并不会那么简单的结束 上帝正在成心和小哥作对 原本已经无限接近真相了 结果却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 这些红石粉似乎是游戏之外的东西 小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小哥自己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自己十分努力地寻找红石粉 但他们好像就这样凭空蒸发了 小哥在这个地方搜索了六次 最后放弃了 天色已经变黑 他也快没有宝石度了 还好他做了一个萤火 烤了一些牛排 不过这并不代表 他可以度过一个平安的晚上 小哥的话刚说一半 萤火突然就熄灭了 小哥立马意识到有妖气 在冰上插满了火把 可是下一秒 小哥现在已经慌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太可怕了 左下角提示 扭曲艾利克斯367加入了游戏 告示牌上用红色颜料赫然显示 你是我们的一员 小哥完全不懂这句话表达了什么 整个处于猛力状 玩家发现这个名字有个编号 这说明扭曲艾利克斯不仅有误格 并且由于自己用的是艾利克斯皮肤 很可能账号会不会推广 更诡异的是小哥打开成员列 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 这说明有人侵入了服务器的系统 弄出了这些东西 有可能刚才那个用户掉线了 可是公屏并没有显示出掉线的信息 这就让寻找证明十分困难 就算让自己电脑关机都是一个证据 可惜目前还没有什么大动物 没办法 最初想要测试的人就是他自己 只能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先把火打掉 小哥现在要想一些别的办法 比如用陷阱把扭曲艾利克斯困住 但是在此之前 小哥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说收集必要的物资 首先他做了一些火把 接着就去下矿 十分幸运 他找到了一个矿井 很快就挖到了一些需要的资源 告诉牌写着我们的议员 好像在强调着什么 不仅如此 还出现了六个扭曲艾利克斯的头颅模型 看来这个地方已经不再安全了 随时会有危险 小哥要迅速离开这里 物资已经足够了 可以回去做陷阱吗 既然扭曲艾利克斯可以顺移 那么用岩浆做陷阱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他并不是十分智能 就有可能直接传送到岩浆里 小哥做了一个压力板陷阱 在中间用铁栅栏 把自己围起来 小哥在这里等了很久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搞不好扭曲艾利克斯 知道这是个陷阱 本来他想退出了 知道 接下来的一段将会十分恐怖 有心理疾病的朋友赶紧退出 重复一遍 量力而行 后果自负 有那么一瞬间 小哥看到了扭曲艾利克斯 可他很快又消失了 可惜 这个过于明显的陷阱 肯定是骗不过人工智能的 不然 周围的方块全部碎掉 好像有什么生物掉进了岩浆 见状 小哥连忙破拆掉了铁栅栏 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 岩浆都变成了水 没等他思考 就被踢出了流星 我的世界不乏各种神秘的传说 包括恐怖的11号唱片 墨影人的起源 以及沙漠神殿的神秘雕刻 其中经常被忽视的就是化石 这也是今天的视频主题 在我的世界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化石 但它们实际上只分为两类 主世界化石和下界化石 主世界化石有八种变体 包含四的头骨和四的脊柱 而下界化石不同 它们由各式各样的类骨组成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关于主世界的化石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化石文件的名称 作为结构不同的化石 在我的世界中都有文件名 比如头骨被命名为头骨一 头骨二 头骨三和头骨四 而脊柱也被命名为脊柱一 脊柱二 脊柱三和脊柱四 这可能会让你认为 头骨一对应于脊柱一 头骨四对应脊柱四 虽然这可能是事实 但实际上头骨文件 是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命名的 脊柱是按最窄到最宽的顺序标记的 所以它们之间并没有特别的关联性 现在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这些化石 四个脊柱看上去差不多长 只是宽度不同 但头骨却有明显的区分 头骨一是这堆头骨中最大的眼睛 它看上去是一个漂亮的圆头形状 有小眼睛 窄嘴以及中间有一个大鼻子 头骨二的形状更加紧凑 它的眼睛距离很近 嘴巴很大 中间有一个很小的鼻子 头骨三的形状非常奇怪 它没有嘴 中间有两个眼窝 侧面还有两个奇怪的獠牙 头骨四是之中最小的 它具有两个相同的象牙 但中心只有一个眼窝或鼻窝 确定了这一点后 让我们对我的世界中每个生物进行排序 看看是否能找到每个头骨分别对应的是谁 首先是头骨一似乎与羊有很强的联系 它们都有一个巨大的桥形鼻子 下方长方形的间隙是嘴巴 再加上边缘的小眼睛 猪也是头骨一的有力竞争者 因为它具有相同的结构 但嘴巴不一样 头骨二的竞争者种类最多 但似乎与猫和豹猫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们都有靠近中心的眼睛 中间有一个小鼻子 下面有一张小嘴 眼睛上方的小凸起 也可能是耳朵突出的地方 其他比较相似的生物分别是蝙蝠羊鸵和狼 而头骨三几乎没有匹配相 但它似乎与肚虫非常稳定 虽然底部的小獠牙无法解释 但它们都有非常简单的对称眼睛结构 与头骨四匹配的生物分别是墨蝇蛮和守卫者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头骨四属于蜘蛛 中心的洞可能对应我们在游戏中看到的大眼睛 而小獠牙可能是尖牙 不得不说 这些化石比我们在游戏中看到的生物大得多 最小的头骨与墨蝇龙比较也是相形见诚 这些化石可能属于游戏中动物的独卷 它们在玩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地球上行头 但之后就被灭绝了 根据这些理论 我们可以去包含全球各地不同动物化石的网站上搜索 看看是否能找到与这些化石更加匹配的动物 首先是头骨一隐约看起来像北极熊 头骨二有点像加拿大山猫 头骨三类似于五爪水塔 而头骨四与海象和猛马象都有些相似 所有这些都是对玩家出现之前地球上有什么动物进行的合理推测 目前得出的理论是 头骨一是羊的祖先 头骨二是某种猫或豹猫 头骨三是渡虫 头骨四是猛马象或海象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将它们与相应的脊椎配动 最大的脊椎是和最大的动物 所以猛马象的祖先最大 然后是猫 然后是羊的祖先 然后是渡虫的祖先 解决了主世界化石的谜团后 现在一起去看看下界化石吧 下界化石之所以有趣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它们只在灵魂沙峡谷中生成 都知道下界有五种不同的生物群星 但化石只在灵魂沙谷中生成 这是为什么呢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化石的形状 在主世界中化石有头骨和脊椎 而在下界化石只有肋骨 有13种不同的设计 每种设计均由不同尺寸的肋骨组成 结合以上两个信息 或许你和我想的一样 这些化石就是远古凋零 有证据可以表明凋零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细心的玩家可能会发现 暂至沙岩上刻着苦力怕的脸 暂至红沙岩上也刻着凋零的脸 难道是远古建造者早就知道了凋零的存在 并将它们记录在沙岩上 许多喜欢下界传说的玩家都提到过灵魂能量 这种蓝色的死亡力量似乎主宰着一切 用灵魂沙制成的灵魂萤火燃烧的是蓝色的火焰 由凋零掉落的下界之星制作的信标也是蓝色的核心 甚至灵魂沙谷的雾气颜色也是同样的蓝色 当你以灵魂速度走过灵魂沙时 这一点就更加得到了证实 灵魂速度附魔除了增加你在灵魂沙上的速度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粒子效果 能看到灵魂似乎从灵魂沙中升起 一开始是暗淡的 但当你使用它们的能量加速时 它们会变成同样的蓝色 那么灵魂能量最初是如何存在的 又是如何形成的 灵魂沙和灵魂土虽然是下界最常见的方块之一 但在山谷周围却极其紧凑 当然在海滩和非自然建筑中存在着它们的一些小痕迹 但它们不会出现在其他任何地位 即使是在被毁坏的主世界传送门中 灵魂沙谷的某些东西吸引了灵魂沙 并由此吸引了灵魂能量 这一切或许都与凋零有关 不仅因为凋零拥有灵魂能量 它们的觉醒颜色和最初的头骨颜色也是蓝色 在所有可能的颜色中 它恰好与灵魂能量的颜色相同 这似乎不太可能只是随机事件 我们还知道凋零有能力转移能量 为其他实体赋予生命 每当凋零杀死一只生物时 它就会生成一朵凋零玫瑰 灵魂能够为任何轻视它的人带来凋零效果 此外 在游戏的基岩版本中 一旦生命值低于一半 凋零就会直接生成凋零骷髏 这是灵魂力量的另一个更强大的扩展 同样地赋予了枯萎的能力 那么通常被归入主世界的骷髏生物 也会在下界随机生成 这难道不奇怪吗 而且只出现在灵魂沙峡谷 我们在下界看到的画石比实际能召唤的凋零要大多 或许它们属于某种古老的巨型凋零物主 这些强大的庞然大物曾经在下界蔓延 恐吓任何阻挡它们前进的人 下界要塞和株林堡垒 就是为了抵御凋零而建造的 无论是株人还是古代建造者 总有人想要建造庇护所来抵御这些狂暴的怪物 它们会四处履行并杀死看到的任何生物 每被夺走一条生命 它们的力量就会变得更强 它们注入灵魂能量的头骨落地之处 下界炎和黑石都化为灵魂沙 当它们最终不论是因为缺乏猎物 还是其他未知事件而灭绝时 它们的尸体掉到了地面 所积聚的大量魂力渗透到了周围的土地之中 将其转化为灵魂沙 这是由远古凋零击沙的灵魂注入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灵魂逃脱了 现在占据了我们在生物群落中发现的宝物 还有一些是我们魂速学释放的 但仍有许多被困在地下灵魂能量最集中的地方 凋零的头骨分裂开来与灵魂土结合在一起 在宿主死亡的地方变成了更小的骷髅 如果你以某种方式设法收集了三个凋零骷髅头骨 并将它们与灵魂沙重新结合起来 那么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召唤的凋零要想多 它与远古凋零所拥有的灵魂能量相同 但只是它们其中的一部分 至于是什么导致这些怪物灭绝 现在还不知道 或许是自然现象比如缺乏足够的食物 又或许是一颗小行星导致了灭绝事件 再或许是古代建造者出现在下界并杀死了它们 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 那就是远古凋零曾经在下界卖牛 并将它们的灵魂能量注入大地 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灵魂沙 这就是关于我的世界化石的故事 我的世界传说非常神秘和模糊 每个传说都有数十种甚至数百种不同的理由 但其中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答 假设曾经有一个像你和我这样的古老建筑种 它们建造了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所有建筑 并取得了巨大的进入 它们是塑造整个世界的先驱 然而现在它们已经不在这里 我们变成了广阔世界中唯一的玩家 这个古老的优越种族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导致它们不复存在 技术先进的种族不会无缘无故从地球表面消失 除非是发生了一些灭绝性事件 才让玩家在到达这里之前它们就消失了 关于古代建设者 目前主要有三种理论 分别是凋零的创造 某种僵尸瘟疫的爆发 以及世界大战或人为引发的冲突 首先让我们从最受欢迎的理论凋零的创造说起 在某个时间点 古代建造者在进行实验时 意外地召唤出了凋零 一个极具毁灭性的庞然大物 也是驱使它们走向灭绝的契机 根据Mogen官方发布的书籍所说 探险家的好奇心促使它们尝试任何事情 即使这最终会导致它们的厄运 一群定居者尝试使用四个灵魂杀和三个凋零骷髅头 来重现它们在画作中看到的内容 虽然它们最后成功实现了 但战斗也随之开始 书籍直截了当地指出古代建造者召唤了凋零 但我们不知道凋零是否消灭了它们 即使凋零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Buff 但消灭整个种族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细心的观众可能也注意到了书籍里的这段描述 古代建造者究竟在试图重建什么 在凋零被亲眼目睹之前 学者们已经对它的存在进行了理论推测 不久之后 一幅奇怪的画开始出现 画中有一堆成屉字形的棕色款 上面有三个白眼睛的脑袋 因此它们开始寻找有关这种生物可能是什么的信息 到底是谁在凋零被召唤之前就画了一幅它的画像 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下届要塞和要塞的状况及位置 下届要塞建在高处 这里的桥梁看起来像是被某种炸药摧毁 也许它们是作为防御场所而建造的 以防御凋零的攻击 同样的 要塞建在地下深处 在一个凋零可能不会轻易到达的地方 建造者可能在建造末地传送门时将其用作避难所 但凋零理论并非没有缺险 一方面凋零并不难击杀 如果建造者有一整个种族的先进技术 很难相信它们拥有的装备会无法击败单一的凋零 并且都知道当凋零杀死生物时会掉落凋零玫瑰 玩家也不例外 如果凋零最终杀死了古代建造者 那为什么没有留下凋零玫瑰作为证据 此外 村民们又是如何生存的呢 有玩家指出村民很可能是古代建造者的后代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们最终是如何在凋零战斗中兴存下来的 当其他建造者被消灭时 它们似乎也不太可能留下来 所以对于凋零的创造理论似乎矛盾点弱 下面我们来谈谈僵尸瘟疫爆发 不知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实验 僵尸病毒被释放到尾的世界中 不仅夺走了大多数古代建造者的生命 还将其余的人赶出大陆 不可否认的是 僵尸看起来很像玩家 他们穿着与史蒂夫相同的衣服 并且与玩家具有相同的体格 这本身就为古代种族变成僵尸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同样的机制也存在于村民中 僵尸有能力将普通村民转变为僵尸村民 这是僵尸化的实际证明 另外僵尸村民也会自然生成 这支持了一些村民在过去与建造者一起转变的说法 此外还有反僵尸化的机制 我们有能力治愈僵尸村民 而建造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病毒不是问题的话 为什么还要在宾屋的地下室进行反僵尸化研究呢 同样这也可以解释在据点中发现的牢房 也许僵尸或僵尸村民被留在那里进行研究 但我认为支持僵尸病毒理论最有力证据之一是 猪磷和游猪兽的僵尸化机制 当这些下界生物进入主世界一段时间后 它们的身体会感到不是病转变为僵尸版 就像它们曾经的样子一样 有某种空气传播的病毒感染了它们 尽管这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 但这个理论并非没有缺险 因为玩家不会受到僵尸病毒的影响 如果这种瘟疫仍然在空气中传播 玩家就应该在一段时间后也变成僵尸 除非史蒂夫和村民 以及其他世界上的生物已经对病毒产生了某种免疫力 像下界如此炎热的环境会杀死空气中的病毒 因此这里的生物即使没有免疫力也不会被打染 如果古代建造者死后变成了僵尸 那么这些骷髅又为何会出现呢 有人推测因为骷髅是腐烂的僵尸 它们不再有吃大脑的欲望 因此它们不关心村民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们又为什么会攻击玩家呢 有人说或许它们是第二个人类种族的证据 只是被完全不同的东西所灭绝 总之相比凋零的创造理论 我认为僵尸爆发使建造者灭绝更具说服力 下面来谈谈最后一个理论 两种智慧生命体之间的一场战斗 最终让它们都被遗忘的可能性有多大 虽然这不一定是古代建造者灭绝的原因 但如果有第二个文明与它们战斗 或许也能解释骷髅为何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中 以及要塞牢房里为何会有凋零土 如果两个文明之间正在发生战争 很可能是其中一个文明为了获胜而召唤了凋零 或制造了僵尸病毒 那么这场战争的两个对立者又是谁呢 有理论指出或许是古代建造者和墨影 但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所以我认为更大概率是建造者和灾厄村民 几乎没有玩家会喜欢这个种子 它们在当时成为建造者的对手也不是没有可能 灾厄村民虽然在体格和结构上与村民几乎完全相同 但僵尸并不会攻击它们 可能是那些试图消灭村民和建造者的灾厄村民 制造了僵尸病毒 根据以上各种理论和证据 我将为你呈现完整的古代建造者灭绝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古代建造者的技术越来越先进 文明的蓬勃发展使它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 一些人也对目前安逸的生活方式表示很满意 他们只想安定下来 最终也与其他建造者出现了分歧 两拨人分道扬镳 留下来的建造者继续前进将主世界推向了极限 之后还发现了第二个围堵 而那些只想过舒适生活的建造者则发明了傀儡 以保护他们免受蜘蛛和幻翼的侵害 并不是永远完美 最终有些人感到沮丧 他们渴望回到冒险的生活方式 想继续发展推进文明 但大多数村民并不认同这种观念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不被外界打扰的生物 而那些想要冒险的村民也被驱逐出了村庄 他们在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小屋和前哨站 这些被抛弃的人开始共同努力积累资源并建造新的家园 他们在灵地釜底里开始密谋如何报复村民 经过几个月的实验 他们决定用僵尸病毒制造一场瘟疫来消灭村民 病毒对村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许多平民被消灭并变成了僵尸村民 但事情并没有彻底结束 那些发展文明的建造者看到了这一面 他们带着军队来对抗僵尸村民 因为他们知道僵尸病毒很快就会爆满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他们必须站出来 但不久后他们也成为了受害者 空气中的病毒感染了他们的系统 并将他们变成了盲目的战士 而其他幸存下来的建造者 开始在下界建造堡垒和兵屋避难所 他们设法找到了治愈僵尸村民的方法 但为时已晚 越来越多的建造者死于这场瘟疫 他们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建造了一个带有传送门的地下基地 来逃离这种病毒 当僵尸到来时 建造者跳进了传送门 而迎接他的却是更加残酷的命运 又是无聊的一天 我在村庄发现了可爱的小村民 为了让他学会保卫村庄的责任 我给他送了一把钻石剑 没想到他竟然恩将仇报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拿上家伙肆无忌惮地在村庄撒野 并试图找到刚才那个小村民 没曾想却在小屋里发现了一个丑陋的家伙 他看起来十分伤心 随后给我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寒冷的冬天 他和女朋友本来打算去开采绿宝石 但得到的只有毫无价值的钻石 于是两人继续朝着深处走去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找到了一个全是绿宝石的矿木 简直不要太开心 两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将所有绿宝石挖光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们终生难忘 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绿宝石传送门 在一番交流后 他们决定让一人进入 另一人则留下来保护传送门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女朋友却没有回来 直到某一天 小丑再也等不下去了 他知道女朋友不会回来 所以直接摧毁了传送门 以确保没有人犯同样的错误 故事听上去的确很悲伤 但那又关我什么事呢 对我来说复仇才是最重要的 但小丑似乎还是不肯放弃 最终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于是决定答应帮他找回女朋友 我跟随小丑前往发现传送门的矿洞 路途远的就像经历了春夏秋冬 直到太阳落山 我们还是没有到达目的地 现在最关键的是找个安全的地方播音 现在终于可以睡觉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赶路 湖中经过了一个村庄 这里居然关押了许多村民 看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 我决定当一回平民英雄 不知又过了多久 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个洞穴 突然前方一个巨型僵尸挡住了我们的去了 Zombie been hanging the gym You have to give him an offering to go through Oh I bet All right this isn't going to be easy for me man But take my 64 diamond blocks Yes All right bro you have to let us through now Yes Bro Hey yo you owe me another stack of diamonds bro Who knows what this guy wants Maybe he wants love All right what's up bro You trying to date me or what 在绿宝是矿洞的最深处 我看到了被毁掉的传送门 好在修复起来非常简单 All right go ahead Let's go bro we made it All right let's go get your girl back 穿过传送门后 竟然是一个布满绿宝石的室外桃源 湖的中央有一所房子 或许能在那里找到你还消失的答案 没想到小丑的女朋友真的在这里 事情进展的也太顺利了吧 突然小丑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她的女朋友也拿枪指着我 就这样我掉进了小丑的陷阱 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 看起来我被带到了一所巨大的监狱 面前的人有点熟悉 原来就是一开始那个小村民 我被他带进了牢房 但我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玩家 我甚至还看到了Dream 这些村民之所以会这样做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多年来玩家一直在洗劫村庄 数百万的村民被奴役 最终他们受不了了 决定围捕所有玩家来复仇 所谓的绿宝石传送门也是村民做的 他们制造这个维度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困住玩家 但我绝不会坐以待毙 决定加入育友420的逃跑计划 很久不见了 这次就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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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一个人能让他带过来